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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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各位 非常幸运的 幸好之前在那个旺和香米他们上一阵子在2月份的时候 他们去韩国的时候 我就有拖香米帮我买了一份就是周年纪念日的礼物 然后就是想要在今天送给Cherry的这个礼物我大概在2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叫香米从韩国帮我买回来 然后Cherry是完全不知道的 这一间这个礼物呢 到现在还藏在Bennie的车里面 来 来 带我去那边 幸好在关制期间之前 我就已经准备了这一份礼物 不然的话 这一次的周年纪念日是完全没有礼物的 这样就很不好吗 所以幸好我有提前2个月准备这一份礼物 YES 就是这一个啦 等等 感动死了 好酷 OK 这个礼物呢 是口红来的 然后里面有每一种色号 不同色号的口红在里面 所以我等一下再给你们解释为什么为什么我会买这一份礼物 我先把这一份礼物先藏起来先 OK 我现在就躲在我们这一边的厨房这一边 然后Cherry他在楼上还在画着妆 所以我要趁他下来之前跟你们解释为什么我要买口红这一份礼物给他 OK 是这样子的 如果有关注我们的朋友都会知道 其实我们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般朋友去韩国玩 然后就包括我跟Cherry也是一起去的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走进了这一间3CE的化妆店里面 然后因为他其实是online做了一些功课 他非常喜欢这一家牌子的化妆品 然后一进到去的时候他整个是很兴奋很开心的 然后我就看得出他是非常喜欢这一家的化妆品 然后当时他就有想要买口红 然后口红有几种色号 他就非常纠结 他不知道买哪一种色号 因为一方面他不想要我花这样多钱买这个口红给他 所以他就根基说他只要选一支 因为我有跟他讲你要什么色号你就买 可是他讲他只要选一支 因为他也不想要买到这样多 就是他想要节省的意思 然后我们就走着走着 就走到一个专居 就是刚才你们看到的那一排口红 那一排口红里面有12种色号 如果没有错的话 它是一开起来 可以有12种不同色号的口红供你选择的 然后他那时候就看到这个口红 他就我印象中他是有说过一句话 他讲 哇如果女生收到这一个东西的话 一定会非常兴奋 一定会非常感动 会非常开心 然后从那一刻我就记住这一份礼物 因为当时我跟他一起嘛 所以我不能够买下那个礼物 然后幸好 香米和阿旺他在2月份的时候 他又去韩国 所以我就领机一动 我就跟香米讲 啊就拜托他帮我买这一份礼物回来 然后 香米2月多回来 这一份礼物就一直收在香米的家 然后到了最近就是要接近我们一周年的时候 我在托贝尼帮我偷偷拿过来 然后暂时收在他的车里面 所以今天等了两个月多 今天是时候把这一份礼物送到他的手上啦 OK 我们的一周年的一天就差不多要过完了啦 现在也已经是晚上7点 7点左右了 然后Cherry现在就在做着我们今天的晚餐 嘿 嘿 所以你今天又要做什么浪漫的晚餐呢 一样 一样啊 就是上次的鸡胸肉也是健康餐啊 是的 OK 各位现在有机会了 Cherry他在厨房煮着晚餐 然后我觉得我可以趁现在这个时间 把那个口红偷偷拿上去我们的房间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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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觉得我就把这个东西先 藏在 OK 这样子我们就等等下司机成熟的时候 他上来房间的时候 我再把这个礼物送给他啦 很期待他的反应 WEEHEE OK 我们的 这个浪漫的 没有烛光的烛光晚餐已经上菜啦 所以这一份是什么名堂呢 鸡胸爬 鸡胸爬 所以简称鸡爬啦就讲 鸡爬 OK 然后还有Cherry今天做了这个 这一阵子非常非常红的这个就是 网红咖啡啦 相信大家如果有追踪Facebook的话 你们都会知道这一款东西 它叫做网红咖啡 OK 我们 这个晚餐还欠一样东西 那就是蜡烛 来 美妮有lighter吗 有 我做你们的烂烛 嘿嘿 怎么要 你怎么要啊 没有要关 关灯 好 关灯 关 哇 来 关 然后开黄灯这样 啊 哇 对于这个浪漫的感觉 哇 很有感觉哦 来 待可能 鳌 Machine 你不可以这样 你不可以这样 我要我要先 这样 哈哈哈 停下ře king 你在了吗 等一下等一下 你是很浪漫一下啦 作你lighter Area 你这样小奏 OK 懂吗 又撒了一杯这个 现在就有模有样了嘛 所以这个是有那个气氛 又有蜡烛 烛光晚餐 然后又有这个 餐巾 所以我们现在再配上一杯 这个网红咖啡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 一周年的纪念日的晚餐 Benny你就这样点着点到一次 可以吧 OK啦去开灯啦 我们就吃完先啦 OK 仪式感就这样 仪式感 仪式感就这样 OK OK各位 我们现在吃到一半的时候 Cherry她就突然间看到她的 Instagram朋友圈 她看到一个TikTok video 然后她讲里面 她是讲那些 男朋友的东西的啦 然后她讲里面 我除了不会下厨 跟不懂口红的色号之外 其他 我都有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影片 来 帮我播一下 是你找男朋友的标准吗 有颜值 有腹肌 能下厨房能崩堤 不扎不闹不心急 可情可懂可逗皮 懂生活 懂情调 懂得口红的色好 朋友圈儿有你合照 有暖有好有可靠 嘿嘿嘿 这种男孩难遇到 你要认识请介绍 不懂得下厨 但是我至少会准备一面啦 不懂口红的色号叻 这个东西我等下再慢慢跟你解释 我再跟你解释 OK guys我们现在已经享用完我们的晚餐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回到来房间啦 OK所以要针对刚才你那个TikTok的影片 蛤 TikTok 那个什么 啊什么口红的色号那个 哇哦 啊 就是你讲我有缺少两个吗 嗯 对不对 一个是 厨房 不会下厨 OK首先我回应这一点就是 下厨这东西叻 我可以学 我可以学 但是讲真 下厨我真的是没有很大的兴趣啦 但是如果你想要吃 我可以学的东西煮给你吃 口红色号来讲叻 什么 什么啊 哈哈哈哈 因为我不懂你喜欢什么口红的色号 所以我一次过 把所有色号都买来送给你 你是不是在买 各位,他要哭了 他哭了 你給我拍一下嗎 他有 你不要一直追我 不要追 可是我的張勇 你還記得 那時候我們去韓國的時候 你走進這間3CE的店 你看到一整排 一個系列的口紅在那邊 然後你就跟我講了一句 如果這個你還是收到這個禮物的話 一定會非常開心 從那一刻開始 我就 認定我要把這份禮物買回來 來打開 你收到現在 這個禮物 我籌備了幾個月 是 是 我跟你們講 我跟你們講 事情真是非常巧的 就是剛剛 他就給我看那個TikTok的影片 就講 我不懂口紅的色號 對,我確實是不懂口紅的色號 所以我一次過把每一種色號都買給你 我跟你們講 不要耶,你怎麼這樣 然後等下人家問 沒有 沒有,你欠我一份 我欠你很多 周年紀念日的禮物 我欠你很多 我欠你很多 所以你給我補AQ嗎 我暫時的先欠你先 OK,所以 今天 這個影片就是 呃 微微的記錄一下 我們的 第一次的 周年紀念日 我們到底是什麼過的 就是在家裡 簡簡單單 也是可以過到很浪漫的 OK,好啦 所以 我們今天的 這個周年紀念日影片 就到這邊了 咧,Kiss他我咧 不要 手回 摸手 啊,Kiss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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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口紅了 沒有,乾掉了 OK 來,跟觀眾講拜拜 拜拜 拜拜 宜人節快樂 什麼宜人節快樂 什麼宜人節快樂 我們是prank啊 OK,我們確實是在宜人節 這一天在一起的 你們不要以為是宜人節 OK,今天影片到外面結束啦 拜拜,我們下集 一起 耶,我的頻道邁向70萬訂閱啦 在我到達70萬訂閱的時候 我將會送出iPhone 11 Pro給你們 OK,你們要怎樣迎娶這個iPhone 11 Pro呢 很簡單 你們只需要訂閱我這個頻道 並且把小鈴鐺打開 然後按讚這個影片 並且在這個影片下面留言 就這麼簡單 在我到達70萬訂閱的時候 我就會在隨機一個影片的留言區 隨機挑選出一位幸運兒 然後把這個iPhone 11 Pro寄到你的家 不管你是國內還是國外 我都會把這個禮物送到你的家門口給你 不管你是台灣也好 香港也好 新加坡也好 只要我一抽到你 我就會把這個禮物送給你 OK,所以我們一起邁向70萬前進 唱啦 明小鈴鐺 你還會把這個禮物送到你的家 你不擁有錢 你也會把這個禮物送給你